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美国南部星期五晚上遭到龙卷风侵袭 受灾范围从密西西比州西部横跨至了阿拉巴马州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造成了至少26人死亡 多人失踪 预计伤亡人数还会继续攀升 那根据报道呢 这场龙卷风把瓦砾上卷到了9000米的高空 那这样的强度呢是相当罕见和异常的 另外密西西比州气象局专家表示 初步掌握的数据显示 这场龙卷风在地面肆虐了超过一个小时 随位范围超过270公里 其中密西西比州灾情最严重的罗林福克小镇 当地的建筑物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移为平地 也是该州最多人死亡的地区 目前密西西比州受龙卷风影响的地区 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 同时受到龙卷风袭击的三个州数 有十万户的家庭面临了电流中断的问题 美国南部的密西西比州 从星期五开始面临龙卷风的袭击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树木被连根拔起 房屋被摧毁 家具散落在房屋的残骸中 当地居民回忆起龙卷风来袭的情景时 仍然惊焚未定 有一名老人表示 这是他58年来经历过最猛烈的龙卷风 有居民表示 虽然当地政府有发出龙卷风警报 可是龙卷风来得太突然 他们根本来不及带走太多的财物 只能够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心爱的家园被摧毁 美国总统拜登直言 密西西比州的灾情令人心碎 他表示 已经向当地政府了解情况 并承诺联邦将会全力协助 从接受龙卷风影响的地区